美国肯塔基州有个小型基督教大学阿斯伯里 今年二月中旬出了件轰动全美的大事 学校每周一次的学生礼拜通常一小时结束 八日那天很特别 有些学生不愿离开 持续祷告 之后就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 圣灵不断地在里面动工 学生们开始流泪悔改 为自己的罪 为社会的罪 为当下的环境 为他们内心世界 求上帝来洁净他们 联名这个国家 祷告竟然停不下来 学生越聚越多 从上午到傍晚 从午夜到黎明 一天 两天 一个星期没有间断 消息透过社交媒体不进而走 当地社区的人们纷纷加入 其他大学的学生也闻讯赶来 校方估计有超过万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前来 人们用歌声敬拜赞美神 祈祷和聆听一堂又一堂的信息 在十九世纪末卫理工会兴起的 魏斯里圣洁运动影响下 阿斯伯里大学在1890年建立 大学的修斯礼堂建于1929年 能容纳1500人 门前的长队延伸出了校园 人们一边等待 一边祷告 每当大门打开时 掌声和歌声就喷涌出来 而出来的人不多 管理者只能让相同数的人进去 队伍每次紧紧向前挪动几英寸 他们为世界的和平祷告 为世界许多在灾难里面的人祷告 为上帝的救恩 能够领导更多的人来祷告 自从60年代 最高法院错误判决 禁止公立学校祷告以来 学生们逐渐远离基督信仰 几代人下来 高校中无神论成为政治正确 培养出的学生越来越狂妄自大 以自我为中心 急功近利 未达目的不择手段 以致美国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毒品泛滥 枪案频发 犯罪率攀升 Z世代的年轻人普遍心中焦虑 美国疾病预防中心CDC最新报告说 与十年前相比 今天美国大中学生的自杀倾向 男生上升到29% 女生从36%上升到57% 也就是说三个人里有两个感觉前途无望 奇妙的是 这次复兴由Z世代学生带领 大量的Z世代年轻人不断加入 这让很多老教授想起难以忘怀的往事 1970年2月 阿斯伯里曾创下过185小时不间断祷告的记录 之后有2000个小组到全美各地教会和130所大学分享见证 亲身经历者 阿斯伯里大学校长凯文布朗说 我从没有想过会在永生之年再看到这种情况 但真就发生了 主的精神真的深入到我们的学生 教职工和社区的心灵和思想中 这给了我很大的希望 Z世代不必再用焦虑定义 他们可以用希望来定义 以阿斯伯里复兴为标题的视频观看量已达数百万次 TikTok浏览量激增到6300多万次 消息传到全世界 全美几十所高校组团参加后马上效法 田纳西州里大学的祷告会 自13日开始就持续不停 其他几所大学祷告会也开始了 复兴之火正在延烧 从认罪悔改开始 接着广传福音的行动 而带来全社会的转变 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复兴 我想今天上帝使用这群年轻人 使用在校园里面叫一个属灵的复兴 要来告诉我们 神永远做事 让我们基督徒不灰心不失望 我们观看神的作为 我们自己个人也要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复兴 阿斯伯里祷告会还在持续中 这火种正在点燃全美复兴的燎原热火 每天一点点世界大改变 订阅就是支持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新事节目